如果你今天只給一個人選 我沒話說 你給我兩個人選 而且確定讓我選一個 我最後選了 你竟然反悔 請問議員你能接受嗎 反問綠營議員要他們換位思考 畢竟新任台北市警察局長 明明選了方養寧 最後結果卻是李希和 台北市長蔣萬安 不滿情緒一覽無遺 他是由內政部臨選 那你直接派 報請行政院臨任 那就不需要給我推薦人選 然後讓我做最後的決心 你剛剛不應該像一個 要不燙糖吃的孩子 而是做人說話要算話 要有誠信 就怕有這前車之鑑 那麼未來中央地方的合作 答應了又該不該相信 蔣萬安在質詢台上 火氣不小 其實你不需要分分不平 所以其實中央是在幫你 如果你今天真的 讓方養寧上來以後 你不是現場打臉 這20萬人次的 陳抗的民眾的態度嗎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我對於任何一個人選 都沒有意見 但溝通還有決策方式的過程 我覺得其實很遺憾 即使對這領選過程有所不滿 但新任警察局長的就任典禮 身為台北市大家長的蔣萬安 承諾不會缺席 所以市長會去參加 李局長的就任典禮 我會 人士已經確定 未來勢必得合作 但就怕這波風雨 影響日後警政業務 這樣有溝沒有通 有聽沒有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留步 的 感谢观看